穿著一身黑躲在漁船下方船艙裡 这一发现不得了 因为船艙内一藏就是12个人 九男三女都是越南籍 正准备偷渡上岸 海巡署第八巡防区指挥部 在3号晚间8点57分 发现屏东顶辽西外两里处 出现可疑漁船 立刻统合暗海查器跟警兵力围捕 恒春海巡队也派遣线上巡防艇 前往查看 海巡队在晚间10点35分 押解这12名越南籍偷渡人士 跟涉案渔船回防辽渔港 由于日前台湾西岸海域 在一个月内已经有20具浮尸 其中7名就是越南籍 怀疑被人蛇集团丢包到海上丧命 适逢清明廉价 海巡署强化水域活动安全介护 并加强查查监控 海巡署全面拦阻偷渡犯船官 避免震惊社会的海上浮尸重演 更要防止台湾成为人蛇集团的犯罪温床 TVBS新闻做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